人來人往的板橋車站 面臨即將到來的中秋節假期 勢必有更多的旅客進出 日前有民眾向新北市議員 黃俊哲的陳情 表示車站內手扶梯的舒遲板 出現斷子情況 可能影響旅客的安全 因此黃俊哲議員 召集相關人員 在車站內進行會堪 要在中秋假期前解決這個問題 但我們看到舒遲板 幾乎都是有問題的 有很多的缺口 我們剛剛可能在媒體在拍的時候 就有看見 其實缺口還是蠻多的 那這缺口會造成什麼困擾呢 第一個可能我們如果小朋友 走路過去可能會夾到手或者跌倒 會夾到腳等等之類的 其實都會造成小朋友的受傷 更嚴重只要有義務進去的話 可能隨時會停止 那或者是連停止的機制都沒有 那在在都會影響我們旅客的安全 針對議員的質詢 台鐵人員表示 板橋車站內 適有14座手扶梯 以及6座升降梯 僅將面臨到使用年限 未來將會進行全面汰換 而對於中秋節假期的人潮 捷運局以及台鐵代表表示 將會加派人員進行疏導 並且在中秋節之前 修復電扶梯壞齒 保障民眾行得安全 台鐵板橋車站的部分 目前是有14座電腐梯 6座升降梯 它的一個設置的年限 已經將近20年了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把設備 汰換之後 給旅客一個新的 安全的舒適的一個 搭乘電腐梯的一個空間 那在還沒照標之前 我們會在重點速運的時候 那我們會派駐人力 那有一些瑕疵損壞的地方 我們會請回保廠商 盡快去做一個改善 我們也會盡速來督促 這個捷運公司這邊 針對這個捷運的 相關的電扶梯的一些設備 來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檢視 三鐵公共的板橋車站 對於旅客的安全 更是要嚴加把關 議員透過舉辦會刊 進行電扶梯壞齒的查看 期望防患未然 讓民眾在中秋節假期 快快樂樂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數位天空新聞板橋報導